大石块挡在中央真的是危险重重 台中市清水区敖峰路与建国路口 是附近学校学生上下学必经之路 但因为热帐冷缩啊 大石块都爆开了 而且挡在中央 一个不注意就可能跌倒酿灾 市议员王立任就争取 希望海线工程队能够尽速将人行道修补 石块堆积如山 放在人行道的镇中央 搬随着雨势 地上凹陷的部分也出现积水 只是为在清水区敖峰路 遇见国路路口 硬是快阻挡通行 行走的安全受到堪忧 我们的岛户志工 带小朋友经过那里的时候 发现了这样一个危险的地方 因为这里是小朋友 只要徒步上学 很多小朋友会经过的地方 那如果小朋友一不注意 可能就会陷落到那个水沟里面 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就生怕一不注意 华岛就撞到石块 市议员王立任劫获成勤后 就向建设局反映 并希望能够尽速移除大石块 保障学生安全 那我们去县角看 发现那个石块其实蛮大的 那水沟盖也有破损的现象 那所以我们就 昨天这道消息 今天早上就紧急的 请我们的建设局能够来协助 那建设局他那边也马上做出很好的回应说 他今天就会把整个大的石块给清除 另外一个水沟的部分 他会先做一个安全的警示 等到这个天气转晴之后 他们会包括水沟盖的部分 还有整个这个人行道破损的部分 来做一并的施工 海线工程队也会在傍晚左右 会前往移除 由于水沟盖也受到破损 明蛋也希望能够一并修补 让学生在上学时能够更加安心